要遭燙傷的工人只能脫去醫務 為了讓身體降溫 消防隊員和其他工作人員 拿出大水管 不斷浇灌工人們的身體 另一旁還有隊員在幫其他傷者包紮 四人的臉色看起來相當痛苦 事情就發生在台東縣焚化爐 今天中午冷卻管線漏水 四名工人前往檢修 沒想到卻發生爆炸意外 四人全部受到燙燙傷 最嚴重的病患 還達到二度燙燙傷 消防人員到場緊急處置後 還好四人醫師都清楚 立即送醫進行治療 焚化廠的一號鍋爐 剛剛有發生管線有爆裂的情形 導致現場有四位焚化廠的 廠方的工作同仁被熱水燙傷 緊急一請救護車 馬上送馬接以及東基 來做第一時間的救助醫治 環保局表示發生意外的是 一號焚化爐已經立即停機檢修 釐清導致水管突然爆開的原因 因此